好 放阵 阵击百姓 没想到山东巡抚贵太 真急了 怎么呢 我跟皇上说 我们这大丰收 卖生双醋 老百姓一天吃六顿饭 这么幸福 你现在开舱放阵 就说明跟我说的不一样 这个丰盛如果传进京城 欲使言官知道之后 上天参我一本 皇上一问 我可是吃不了兜着兜 在他的大肠之上 跟左都恒两人就对着起来 到最后 贵太子恼羞成怒 吩咐一声 来 我退去 推出来 给他给我旧地斩首 哎呦 两旁边的柴人 如狼似虎 鹰拿咽雀一般 把这位左善人 就推出了大门 老百姓听怎么着 要杀人杀谁啊 都围成了一看 一瞧庄学之上 绑的是左都恒 人人震惊 啊 左善人他冤枉啊 光喊没用 怎么呢 人这位贵太啊 根本就不识这茬 老百姓里边 有几个生缘 什么叫生缘呢 就是读书了 有橘子 有秀才 说这可不行 嗯 巡抚大人这么做 是不对的 咱们大伙 不行啊 选出几个代表来 尽得衙门苦苦哀求 恳求他饶恕左都恒 好吧 选了十五个生缘代表 大伙来的跟前 勒动弹鼓 咚咚咚 奔赴声来啊 鸡鼓人上唐 说声鸡鼓人上唐 这五名生缘 望唐上一走 望了一旦 说巡抚大人 我等乃是 咱们济南府的生缘 我们素文啊 左善人是乐善好事 今日倘若驱斩他 恐怕万民不服啊 呵 跪他一听啊 这眼眉都拧着一块去了 怎么了 你们大伙 是给他求情吗 哎呀 不敢说求情 恳请巡抚大人 您法外开恩 好好好 今天我就法外开恩 这这么说来啊 有 把这十五个人 给我绑出去 一起开刀 我难 得 那个没救回来 这十五个也饶上了 十六个人 押出在大堂以外 跪着手举起大刀来 挂动风声 哼咔嚓 十六个人 倒在雪坡之中 死了 死了也不算完 跪台里火还没下去了 吩咐人哪 把这十六个人的人头 装在小笼子之内 挂在城门口上 把城门上面这一拉六啊 这十六个小笼子 装十六个脑袋 啊 要让百姓们看一看 哪一个 要是不听我的话 不做顺民 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哼 太凶恶了 脑袋都搁在小笼子里边 一六挂好了 百姓们站在城门外啊 不敢说 可是默默的流泪 怎么办 啊 有这样凶残的地方官 百姓们啊 那真是生不如死哦 十六家 都得着心 这十五个生员家里啊 是枯作一团 左都恒的家里边 也得消息 谁知道呢 老管家知道了 老管家出来买东西 啊 猛男人瞧瞧这 这怎么了 嗯 城门这 挂着这么些个小笼子 里边还鲜血淋漓 哦 可能是府里边啊 奸斩人犯 哦 来到这瞧一眼啊 这群有人说 哎 你瞧见了吗 啊 正当中挂着这个 这就是咱们常说的 左善人 左都恒 说到这老管家 差点从马上掉下来 啊 凑到金钱 顶金关桥 可不是吗 正是自己家的主人 早晨走的时候 谈笑风生 没想到这会儿 失手两厘 脑袋就挂在那 眼睛圆灯着 说明这叫死不明 哎呦 问了根钱知情的 人就说了 啊 是如此 正班 正班 如此 巡抚大人急了 在他连同十五个 生缘 一起宰了 哎呦 老管家哭得跟泪点似的 不是没想到 主人呐 啊 你这早晨起的还挺好的 这是怎么就死了呢 哎呀 没别的 我赶紧回去报信 上着马 边边打马 反而回了家 家里边夫人呐 正指挥着大伙啊 熬粥做饭 嗯 门口啊 大批的灾民 左山人呐 给搭的帐篷 啊 家里的房子呢 早就都腾空了 啊 本来的书房啊 什么这个卧房啊 能腾的都腾出来了 让灾民们住 门口弄了好多帐篷 安排这些灾民 这会儿呢 左丰人告诉大伙 熬粥 熬的尽量稠一些 准备些个小菜 哈 让这些灾民 尽量吃的饱一点 正忙活了 老管家回来了 马来到门口啊 简直就是从马上扔下来的一样啊 顾不得翻身下马了 从马上下来之后 爬气摔了地下 跌跌撞撞 跪爬的走进来 夫人啊 夫人 大事不好 夫人你听怎么了 老管家快快快 快起来 您这是怎么的了 老管家掺起来 一瞧老管家 满脸流泪 夫人啊 夫人 我有句话要告诉您 您可千千万万 您要坚持住我 老爷他 他 啊 老管家 你别着急 老爷 怎么了 老爷他 他死了 啊 夫人 夫人一听这个信 当时人都傻了 什么 老爷死了 老管家 你是 从哪儿得着这消息的 是不是 谎信 夫人 老奴我 在所家 我呆了快 大半辈 老爷对我 恩重如山的 我怎么能 胡说八道呢 夫人啊 夫人 老爷他 老爷他 人口 悬挂在 城门 之上 老奴我 亲眼得见他 他 二目 未明啊 夫人 这是 千真万劫 我说 老夫人 这是 因为什么呢 我问 人家说 老爷 摆仓 方正 镇计 灾民啊 犯了 国法了 夫人 国法王章 没有这条 他犯的是 山东巡抚 夫家的法呀 据说呀 山东巡抚 贵太 自己呀 给皇上那儿 邀功请赏 说怎么山东啊 卖生双岁 无骨 丰登 所以他不愿意 老爷开堂 放生 恐怕 犹如他的 清明 故此 视老爷如 眼中病 肉中疯 请赞 为给老爷求情 还有十五个生缘 一同余的 夫人 我到在城门的时候 这十五家人的家属啊 哭的呀 成个泪根 我说 夫人呢 夫人 想我 十八岁的时候啊 淘奈 路过府门 风雪交加 老爷 老爷把我救过来 对待我呀 那如同是亲人一般 事到如今 老爷驱死了 我不能看着 夫人 您答应我 我即刻进京 我去传玉状 哪怕是滚钉板 我要为老爷 申冤 报仇 老管一番话 说的是情真一切 和府上下一个个哭的呀 哎呦 这眼泪花花 夫人啊 扶着这个墙边啊 墙挣扎着 夫君啊 夫君 我可没想 早晨走的时候 你说是去去就回 要谁知此一去 是你我夫妻 永别之日 哎 苍天大 苍天大 你怎么就不睁开眼呢 啊 你怎么就把这些个乱臣贼子们 保佑的这么好啊 难道说做好事 他也犯法吗 哎呀 夫人哭的是一把鼻子一把泪啊 全府人等啊 一个个 眼前这泪水是哗哗的不断 就这会儿功夫 有打门外头 左连城跑进来了 这是左府唯一的功夫 搞听说这事儿了 孩子哭着就进来 眼都红了 你看看 我听说我爹没了 哎呦 把搂的怀中 母子儿就放生痛哭 左连城别瞧碎着瞧 很有志气 啊 两个 我爹 不能白死 我要为我爹是保仇血恨 还有这十五家生员 这些个叔叔大爷 为了我的父亲 也挨了一刀之苦 没别的 我 我哪怕说 到大理寺 到三法寺 我到金鸾殿上 我都敢去 我要去告状 夫人已经那哪成了 嗯 你太小啊 老管子过来了 公子 公子 我去 你呀 不能去 哎呀 我说老管子 您岁数太大了 带一个家中好多事儿 还需要您来照料 我年纪小 而且我出城进城的 不会有人怀疑我 娘啊娘啊 您就让我去 您要不让我去 今天我就一逃客死在这儿 小孩很坚决 夫人想了又想 到最后说 孩儿啊 孩儿啊 你要去告状 你怕死不怕死 哎呀 娘啊 我爹都不怕死 我怕什么死 您放心 此一去到北京 我一定要给呀 把这个冤筹 打包清楚 这么着 家里人写下来撞纸 又给孩子准备了钱 有打 山东济南跑出来 来到北京 今天 在胃中创到刘庸的教权 还算创罪了 刘庸听小孩这么一说 当时是一阵的震惊啊 哎 心里是百感交集啊 第一 心疼这孩子 十三四的孩子 能够跑到北京到撞来 这得受了多大的罪 第二 惋惜啊 左都衡 可惜一个大善人 这才应了这句话了 修桥不禄 双瞎眼 杀人放 活死孙多 怎么就会把个大善人给杀了呢 反心 第三 敬佩着十五家声援 哎呀 这些个人呢 为了左都衡 抛出了自己的性命 可以称作是狭义之人 第四 痛恨 恨谁啊 恨山东巡抚贵胎 而好猖狂啊 简直是 目无王法呀 啊 孩子 把壮志给我 我 你打这官司 大老爷 我谢谢您 您是哪家官员呢 张传告诉 孩子 这可不是旁人 温华典大学士 刘立部 啊 刘大人 哎呦 您就是刘天官呐 哎呀 这真是我父 一灵不敏呐 他保证我了 哎呦 大老爷 没别的 我代表我爹 代表我们全家 我给您磕头了 我求您 给我们申冤 报仇啊 小孩跪着地下 邦邦磕响头 刘庸啊 眼泪都下了 孩子 起来起来起来 不要紧的 你放心 这件事情 我一定替你管到底 我一定要把贵胎 绳之一法 张成刘安 在护送这孩子 找一个地方歇息 此事 我要一步一步的来 说干嘛一步一步的来 贵胎啊 有后才 谁呢 他跟和珅 是表兄弟 啊 和珅大 是表哥 贵胎小 是表弟 所以说朝中 若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呢 这和珅会通报给他 而且想扮贵胎 和珅 势必要阻挠 带着人赶奔八宝金店 此时节五谷天明 华尔登店 文宗武夕列列两班 黄门关一声问道 说有本倒作 无本卷年淘散 刘大人说 有本 这才卖不出来 皇上说 你有什么本呢 哎 山中荒汉 玩一听就不爱听 哎 刘大人 我跟你这么说 你呀 去山东市扶皮疗草 到那你就回来了 你可不如山东巡抚贵胎 贵胎呀 他是常年在呢 晓得风途人情 古王啊 前侧 已经把这个 弩银和老米 挖出北京 正因为接到了 贵胎打来的本账 我才又把东西跟钱 追回来 刘勇一听 嗨 心说贵胎 贵胎 你可真不是东西 啊 为了保住你自己 你把老百姓 真不当回事 大批的灾民 都告贵胎 说他呀 以权谋私 是灾民生命于不顾 依我看 倒不如啊 把贵胎掉进北京来 是非真假 您亲自问 华人一听 倒是也有道理 好吧 传圣旨 小于山东 巡抚贵胎 即刻来京 贵胎 接这个之后 心里有点忐忑不安 哎呀 皇上叫我 去不去 去 怕出事 不去 也不行 要不去的话 皇上谁说我心怀伙特 哎 怕什么 我呀 去 到那好歹还有表哥和身 有什么事 他自然伟然的 能替我抵挡一阵 走 金正 贵胎 带着自己的亲之尽信 是赶敦北京 到北京这天 正好呢 是早晨起来 而且今天呢 皇上说了 啊 早朝免了 怎么呢 皇上身体不太舒服 可是这会儿呢 群臣们也来了 刘庸呢 跟这个和身 俩人呢 坐在朝房这聊灯 哎呀 说今天呢 皇上没来 啊 咱们这样吧 既然到了 聊会儿天 说说事 另外呢 和的人 听说你号下棋 咱俩人呢 下盘棋 和身说行啊 下盘棋无所谓 咱们来吧 咱们别跟屋里闷头 咱们出去吧 朝房以外 弄了一小茶匙 俩凳子 俩人跟这儿 下棋 下棋的功夫 刘庸听说了 说什么 说今天 桂菜来了 哈哈 刘庸高兴了 怎么着 桂菜进京了 马上就要到 太好了 我今天使个小技 让你啊 先别上朝 你先挨一顿打